花坛乡乐林学习中心二日接牌 提供55岁以上长辈快乐学习 吸收新知识 结交更多朋友 让生活更快乐 那怎么样让我们的长辈 能够就地安养 就地得到最好的照顾 那特别要谢谢我们花坛公所 那过去我们的这个乐林 是由北玄公来主办 那这次他没有提出申请 那公所跳出来 来结合图书馆 那就在这边开设了一些 我们的这个乐林的相关的课程 包括让长辈更加的健康 包括让他们更加的了解 社工志工的一些意义等等 那就是希望长辈在这边 得到新的学习 在这边能够得到最好的一个 这个运动效果 那也结交更多的朋友 让他的生活能够更加的这个精彩 把花坛建设成一个福利的象征 我们在这边可以做乐林 还减着我们在老人匯馆 可以做老人的长照日照中心 在我们的轮延上 我们来做一个私自据点 每一个地方来做一个公餐 西据点 关怀据点 让我们会团每一川 每一个角落都有一些社会好理 让我们这些事团 大家都可以快快乐 在会团住这会 花坛乡乐林学习中心课程规划 包含乐林核心课程 中心自主课程 及贡献服务课程等 借由多样精彩的课程 降低中高龄者失能风险 同时也借由互动式课程 丰富中高龄者的退休生活 让乐林学员持续参与 继续学习 享受快乐人生 公益频道张华允花坛采访报导 感谢观看